距离除夕夜越来越近,央视春晚的彩排进度也是越来越紧张 近日,春晚第四次大连排也提上了日程 看到这么多演织人员为春晚而努力,也觉得心头有一股暖流流淌 毕竟对于新年,大家总是满怀期待和憧憬的 对于每年的央视春晚,很多人也是又爱又恨 又想看到每年晚会是一帆何样的光景 又担心节目不够精彩,达不到自己心中所想 从近期的春晚彩排情况,也能了解到一些关于今年晚会的一些细节 在这第四次彩排中,从到场的嘉宾来看 基本上春晚邀请的艺人就已经基本上确定好了 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么这个阵容也是不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 而且前三次彩排中的确看到了不少明星艺人 但是万万没想到,这第四次连排中竟然还能看到新面孔的出现 在前面三次彩排中,虽然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新面孔出现 但没想到到第四次彩排时还在上新人 是之前几次都没有看到过的嘉宾 其中,当属85花Top1赵丽颖的出现最让大家感到惊喜了 在前三次彩排时,她并没有到现场,也没有被拍到露面过 所以这次赵丽颖的露面的确是在大家的意料之外 但细想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在2022这一年里,赵丽颖的作品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论是幸福到万家,还是风吹半下 演技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观众员有所提升,还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成功转型,向实力派女演员进军 所以春晚选择邀请赵丽颖也是正常之举 毕竟好作品和高人气都会让她成为春晚的一大收拾看点 在当天的彩排现场,因为赵丽颖的惊喜空降 现场很多媒体都在往那一处倾斜 有些媒体没有抢到好的位置 连她的近照都没有拍到 只能远远地看着对方的背影 从这一点来看,也足以说明赵丽颖如今的人气之高 毕竟在怎么说,她现在也是女明星中的顶流了 虽然是顶流女星,但在彩排后场时 她的穿着打扮并没有过于高奢夸张 反而给人的感觉十分亲切 有一种既年轻时尚又很清明接地气的既视感 也是很多一线女星没有的那种气质 难怪她的路人员这么好呢 娱乐记者抓拍到赵丽颖现身 兔年春节连环晚会第四次大连排现场 这个路透可谓是给赵丽颖的粉丝们一个大惊喜 不知道今年的春晚 小赵会带给我们怎样的精彩表演呢 让粉丝们激动的不只是赵丽颖现身春晚彩排现场 以及接下来紧锣密鼓的行程 让网友们直呼赵丽颖兔年开年便是大忙人 粉丝们可真是有福气 可以在许多地方上都看到赵丽颖的身影 粉丝们还做出了赵丽颖开年的行程图 可以看到小赵同学开年及时 忙忙碌碌,兢兢业业 从未停止过自己工作的步伐 晚会杂志直播一样不落下 除夕,大年初一,大年初三 都可以在晚会上看到赵丽颖的身影 赵丽颖的粉丝们应该会感到很幸福吧 回顾赵丽颖的演艺史 我是通过《星环珠格格》中 琴儿一决认识赵丽颖 之后赵丽颖为观众们奉上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珊珊来了,花钱谷》 陆珍传奇 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一路都在进步 收视率也非常可观 用实力说话吸引了一大波剧粉 近些年她转战正剧 幸福到万家和花开半夏 也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赵丽颖的初心是演好戏 她的确也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不断进步 让我们一起期待2023年 为我们带来更好的影视作品 不论如何 对于她的空降 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激动开心的 尤其是看了风吹半夏后的朋友 对赵丽颖也是越看越喜欢 这一次 银宝真的要成为实至名归的国民女神了吧 一旦春晚表现得还不错 那么接下来赵丽颖的事业发展 也会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或许未来的85花也要有所更新了 也会变好